荆棘之上仰望的人会看透风尘 在这山额彼腑的城 我与你共存 爱一束光透着鸿蒙指令我穿越悲伤 那一次的遇见命中固定是你 欲望将心抹去狼角 嘲笑温情从不声长 我偏要做这夜火烧 不尽有两排未央 站在巨浪的重新风势 我思想与生催马换起的烈肠 开头遥望那些回不去的时光 眼前的火炬在祈祷 天越来越黑 路越来越长 我知道人行不能飘荒 敢乱世未亡 笔指雪涂浪 才有希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用算音速呼噬 品行 行了 你怎么会在这儿 大梁太子呢 逃了 死了 还是让你给杀了 你来多久了 从你像个猪似的 在这里睡 我就在了 喝水 我的事你别掺和 跟你没关系 你干什么 你不是最不喜欢欠人人情吗 我就偏让你欠我一个大大的人情 一辈子也还不完 你放我下来 放开我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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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来 你 我来 你怎么出城了 那咱们别回去了 不行 你受伤了 宇文玉就在来迟 殿下受惊了 你怎么才来啊 你没看见刚才那帮敌人 吓死我了 要不是我自己会点武功 求死一生 已当时的 我 你知道今天那些 都是什么人吗 还不知道 这是我刚刚在打斗中捡到的 应该是个地址 你去看看 可能会有发现 公子 公子 今天这事有点古怪 何止古怪 怕是我们被人利用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 那个萧策 想借我们的手 干掉他国内所有的政敌 正好我也想会一会 之前潜伏在长安的大梁跌着 说不定 还是老相识 公子 公子 又见了 又见了 是 是 这是哪儿 这是哪儿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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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文玥 你出来 有本事杀了我 放我出去 我数到三 你和我行 好像漂浮在健康城外的自强 好像好像 你的感觉会消失 你的感觉会消失 你的身体和灵魂都会交给我 交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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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燕 你怎么了 尊主 我好像走神了 桃燕 你是在我密服中最顶级的蝶者 我信任你 就像信任我自己 谢谢尊主 我们在长安城潜伏的密服人员 你把名单在背诵里边 然后烧吧 安上门大街 双灵客栈 掌柜里域 无放昆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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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说什么呀 站住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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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天一夜该跑的也都跑了 现在抓的话也没什么结果 那怎么办 他们经营多年的产业 店铺 渠道才是重中之重 通过这条线 把他们潜伏在大魏境内的所有大梁蝶者 都够找到 肖策敢借我的手为他作孝 我就要断他一根筋 看他以后还长不着畸形 诺 他能不能在哪里 好 燕巡世子在马 大梁萧策前来拜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吧 你的来意 好不客气的开场白呀 以你今日所为和我现在的心情 没有对你拔刀 你算是非常客气了 长安城外 住房屠 别这么看着我 燕世子 不管是密府也好 我也好 我们都是大良人 目的也都一样 魏帝残暴 残害忠良 像本太子这么正直的人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必须要伸张正义 帮助燕世子平安返回燕北 想要看我举起谋反的大旗 和魏帝杀个你死我活 好让你从中渔翁得利 别说得那么直接 密府的人呢 有事先回去了 这儿由我负责 不过之前他们和你之间的计划 没有告诉我 他们走得太着急 走得慢的已经被宇文岳抓住了 但是 你放心 这张住房图绝对真实可靠 从长安到燕北 各藩地的地形 人数 驻军 各兵将领 还有以往的作战经验全都写在上面 非常详尽 本太子在路上耗了半年 可不是真的在吃喝玩乐 好了 话说完了 夜也深了 在此 御主燕世子 如果再有下次 我绝不会放过你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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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下子 你这个好吗 把它叉择 我了 你何佛 你怎么办 我得也论你 你可就要去 再过几日 这里的一切恐怕就要灰飞烟灭了 最好一把火烧了整个长安 也算它烟熏有种 太子 它烟熏对你这个态度 难道它是为陶冶鸡的事 不是 它只是嫌我带乔乔涉险害它受伤 那就好 本来想让乔乔伤在萧玉手里 借机挑起烟熏跟萧玉的矛盾 好把这张大买卖给抢过来 谁知道引出了宇文月 一下子把萧玉在长安城的势力全扫了 这可真是个意外之喜啊 可是宇文月抓了陶冶鸡 而陶冶鸡多少会知道燕巡那些不妨 燕巡并不知道 如果宇文月对燕巡下手 会不会乱了计划 也许吧 燕巡会不会逃出长安 我又不是燕巡的老子 我干嘛要帮他 他干的本来就是造反的买卖 本身就应该计划周全留有后招 他若是连长安城都出不去 就是回了燕北 也照样兜不过别人 说是这样 还不如死在长安 只是可惜了瞧瞧 阿楚 你醒了 你醒了 不是 你这样 你收到的 虚人 不得 你去多多 买得 挺好的 蕭策來過了 他來幹什麼 來送長安到燕尾的全軍駐訪圖 我就知道他不是個普通角色 果然 不過 這個太子生性頑劣 他給的東西 我不確定可不可靠 恐怕是提防一些好 他在長安應該待不久的 目的達成了 以他的性格 是該走了 是不是傷口又疼了 沒 沒啊 我只是覺得 你既已冒險出了場 何不趁機逃掉 你受了重傷 我得帶你回來醫治 是我 是我拖累你了 宇文月早就把我們盯死了 炎雪 我有件事 想跟你商量一下 什麼事 說 秀麗君的人 你打算怎麼辦 是嗎 他們會找東廳 打開了洪川和北朔 兩座城池的城門 你讓我再想想吧 阿楚 你一定是餓了吧 不如我們改天再聊 我先去給你弄點吃的 公子 已經核實了 陶藝集所說大部分都是真的 但是有一些找不到確切證據 不過我覺得八角不理事 多半都是些六坪以下的官員 他們平時看似不起眼 但是遍布朝野 必將成為大亂子 把他們控制好 要不要通知長安官府 先不用 因為我們自己的人 保證公主的大婚之日 他們出不了家門就可以了 諾 好 不過東門手將正假 先控制起來 每次都回到家門 五點三分的 但我稍微想起 當年你生辰 公主從宮裡 帶過來一潭雨蒲酒 他说是仅存的一坛 当时大伙都觉得特别珍贵 但近日 我又得到了另外一坛 可见世事也是如此 当初你很笃定的一件事 到后来不一定是对的 对与错 是要看谁去看待这件事情 是非取值 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 你真的打算去淳儿吗 当然 我特别好奇 你准备了什么聘礼 这么好奇啊 自己去查呀 我是在查 同时我还发现 一份特别有意思的名单 公布园外郎 崔家 将座监左教卫 裴明叔 水龙局主管 王敏之 武林卫力士 屈翼 东门守卫 邓家 还想听吗 还想听吗 我还查看了公布 和将座监 近期的出宫明信 我发现龙升渠 魏渠 安渠 近日都有疏通 而负责主持的 正是崔霞 他 辅佐他的 则是裴明叔 近日正逢雨季 谁位都有上乘 你费尽周城 散尽千金 安排的 恰恰正是二日 允许 你是打算大婚之日 送一条红龙进城贺席吗 我想做什么 你宇文公子会不知道吗 长安有八万户百姓 加上驻兵 有五十多万人 你为了一己之私 真的打算让五十多万人 给你陪葬吗 然后再通过邓家 控制的东门 逃出长安 当年赵东庭 帅五万锦军 栖息我燕北仙府地 北朔红川二城 复制一举 大伙分烧了三天三夜 二十万军民葬身火海 他们哪一个 有不无辜 你也是街后余生 私里逃生之人 你应该比谁都清楚 失去亲人的痛苦是什么滋味 然而你今日的所作所为 和赵东庭有什么分别 当然有分别 他赵东庭残害百姓 徒露忠良 而我 不过是一笔之道 还事彼身 公正得很 如果你做了这些事 会让你觉得心安吗 有些事做了 不一定会开心 可若是不做 就一定不会开心 人活在世上 不是开心就可以的 这些 你 你想必也不会理解 不认识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让你得逞 如果你想好了 随时可以来找我 我会帮你 除此以外 其他的事 你想都不要想 大事之争 各凭本事 你若想阻我 大可放马过来 你做的这些事 星儿知道吗 早就知道 大梁的人靠过来 我多做什么事 你都不会让你 啊 我只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少的缺失的一定要补上 千万不能疏忽了 奴婢知道了 燕世子到 叶醒哥哥 你怎么过来了 先来看看 你是来看看我准备得怎么样了吗 时间太紧了 有些东西都来不及准备 不过没关系 只要和你在一起 什么都无所谓了 你想看一下我的嫁衣是什么样子吗 我带你去看看 走 皇上驾到 微臣参见皇上 儿臣参见皇上 起来吧 谢父皇 谢皇上 谢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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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醒哥哥他是过来看我的 这有空进宫 看来是准备得差不多了 都是司礼舰在准备 应该准备得差不多了 这时间仓促呢 也不能委屈了我们家淳儿 朕的这个女儿啊 紫幼顽皮 他呢可是朕最疼爱的 记得 他这么大的时候 朕呢就在想 将来是哪个臭小子 能把他取走了 这一眨眼的功夫啊 他就到了这嫁人的年龄 淳儿 你有什么需要想要什么 尽管跟父皇说 有什么事情呢 就让下人去做 别累坏了自己 父皇 儿臣一点都不累 您把我赐婚给燕巡哥哥 就是对儿臣最大的赏赐 儿臣打心底里高兴 一点都不辛苦 那你们聊着 我先去忙了 我先进去了 大婚之后 你们一起回燕北 这一路上山高水远的 这一别啊 还真不知道 什么时候才能相见 皇上言过了 若是皇上想见公主 臣随时即刻 带公主回来见你 好 你在这京城 还没有足够啊 长安繁华 非别处可比 臣自然是喜欢 若不是对家乡被加思念 臣自当深居长安 对了 送你们回燕北的将领 朕还没有想好 你在军中有没有相识的朋友 然后选一个 一路送你们回去 省得路上寂寞 一切听从皇上的安排 没有 这宇文岳不是你的好友吗 朕把他从萧綦营调出来 让他一路送你们去燕北 皇上 不瞒您说 那也是儿时之事了 臣与宇文将军三年未见 早已生疏了 即是儿时的伙伴即是生疏了 一会儿也就熟悉起来了 不碍事 皇上 臣与宇文岳已没有交情 还望皇上另择他选 他这次回来 就没有见过你 没有 没有 阿蜀 阿蜀 你能下床了 好的 差不多了 伤也没事了 就出来走走 你这个 还真是变态的体质啊 燕巡呢 昨夜进宫见太后了 夜里没回来 可能被太后留宿了 你这个还真是变态的体质啊 哦 哦 阿蜀 你还要回小井吗 不回了 燕巡给我请假了 哦 不回就好 发生什么事了 没什么 跟你没关系 没事 雨姑娘 你的神情告诉我 有事发生 快说 什么事 秀丽君的人来过 想要见你 被我挡了回去 秀丽君的人 来的人叫葛齐 问前几日 宇文岳批给你们秀丽君 去兵蟹库取用弓箭的首令 你还记得吗 记得呀 是我给贺销的 怎么 他没去取 那人说 贺销把首令弄丢了 可是兵蟹库的人却说 他们收到了首令 并且把弓箭交给了秀丽君的人 可是现在在秀丽君军中 并没有发现这批弓箭 现在贺销被抓了起来 治了个贪磨军械的罪名 说要被斩首 斩首 什么首 今日午时 今日午时 我去看看 花销 时间也不多了 你到底说还是不说 末将没有什么好说的 丢了军令 末将甘愿受罚 但是统领大人诬陷我 贪磨军响 倒卖军中武器 末将死也不忍 不忍 嘴还挺硬 好 既然你现在不说 那就到阴仇地府 跟阎王爷人醉去吧 贺销贪磨军响 倒卖军械 以军法 让我砍了 大统领 大帅和副帅都不在军中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能一言而定呢 是啊 过副统领 在军中多年 兢兢业业 爱兵如死 他无亲无故 一个人来到长安 要钱有什么用 是啊 我们副统领是好人 你不要赖长无辜 不要赖长无辜 不要赖长无辜 主统 不要赖长无辜 贺销贪污 证据确凿 我身为秀丽军的统领 有权惩治部下 你们一个个为他求情 莫非你们是他的同党 薛统领 你不要虚口喷人 不要虚口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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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口 不要虚口喷人 文证物证俱在 虚口喷人这四个字 本统领担当不起 倒是你们身为部下 污蔑上官 该当何罪 我们副统领不是这样的人 放了我们副统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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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 放了我们副统领 我们副统领 统领 放了我们副统领 放了我们副统领 兄弟们 放了我们副统领 兄弟们 你们的好意 我贺某心领了 但是 我带着你们背井离乡 来到长安 苟活到今日 不是为了让你们这样去死的 咱们有家不能回 有亲人不能相认 神艳鬼赠 天地共戚 就因为我们背上了叛徒这个名号 但我知道 你们不是 我也不是 谁能告诉我 作为一名军人最高的荣誉是什么 是战死沙场 兄弟们 我贺某今生 恐怕没有这个福气了 所以 你们要活下去 他日若有机会保家卫国 沙场征战 替我贺某多砍两刀 用鲜血 把咱们秀丽君的耻辱给洗刷下去 我贺某全下有致 感谢各位 都不要废话了 时辰已到 行刑 路撤 傅教头 你又来干什么 统领大人又在干什么 依照军阀 处成人犯 贺销所犯何罪 私通军饷 倒卖军械 是哪笔军饷 宇文副帅 撇给我部的弓箭 贺销说丢了手令 无法取回弓箭 可军械部 说他已经拿到手令 发复了军械 这不是他偷了 还有何人 就不能是有人冒名顶替 去取了弓箭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 即使是这样 他也有保管不当 只是军械丢失之罪 也应当死 那好 你动手吧 楚教头 你这是什么意思 手令是宇文副帅给我的 被我弄丢了 与贺销无关 他只是在维护我 楚教头 别说了 我既身负皇上的使命 又是大魏的军官 守令经由我守 这个责任 理应由我来承担 楚教头 这可是你自己 要置身室内 你以为 我不敢斩你 是不是 你当然敢了 以薛统领的身份 你什么人不敢斩啊 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 前日萧策太子遇刺 是我随同护驾 才保住了他的性命 萧策太子已经向皇上请命 皇上准许我先行养伤 日后再论功行赏 你若是要杀了我 最好先向上面报告一下 免得你自作主张 将来惹了麻烦不好交代 薛统领 我这可是为你着想 好 我去汇报 我倒要看看 你到底有多大的背景 你们俩在这儿跟我跪着 薛统领 慢走 好